請問一下 等一下 OK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台大創作學生的柏亞 就是那個柏亞大樓柏亞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常常就走在路上覺得很多人在叫我一樣 嗨 然後 還有就是我們 就是這個我們的專案 然後他叫Mini Fur 然後我們希望是做一個就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插畫品牌 為什麼他不能動啊 喔 好慢喔 好 就是這是我們的團隊 總共我們有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六個成員 然後都是台大學生 然後全都是創造學生的學生 然後後來呢我們就跟政大的 第三社會部門合作 就是把他合併進來 所以總共現在團隊裡面總共有十三個人 然後五大校的學生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就是一開始我們說我們都會看到 就是他剛有鋪梗 然後我們就是 看到路上你們會看到很多人就是跪在路邊 如果你常常經過公館的話 就會有一個人跪在水源 然後他前面有一個碗 然後他會把口香糖排成一個塔狀有沒有 很像要你去玩那個什麼疊疊樂的感覺 但是他一個口香糖都賣一百塊 然後你就會 我想問大家是 你經過的時候你會停下來看一下他嗎 通常都不會對不對 然後你會覺得你會想買嗎 太貴了 為什麼因為隔壁便利商店賣二十塊 你為什麼要在這裡買一百塊的口香糖 對啊然後很多消費者也會說 好吧我今天就和我很有愛心 我停下來一次 我買了一次 那下次你在經過的時候 請問你還會跟他買嗎 其實大部分的消費者就是只有買一次 然後他之後就不會再購買了 那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好像不是一個長遠的方法 然後所以我們就想到 好那我們團隊裡面有插畫家 他是個台大很有名的插畫家 大概有兩三千 兩千的粉絲 對啊兩千的粉絲 然後所以我們就把他的畫 然後拿去做成卡片 然後再把這些卡片交給這些路上的人賣 然後這些人他就會在路上的時候 就可以賣這些卡片 然後獲取他的收入 這模式其實講起來就有點像Vish 但是我們就是用大字雜誌的方式 在做Fandora的事情 然後這是我們的產品 有些我們的產品是來自於真稿 那有些是我們團隊的插畫家畫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總共我們現在插畫非常的多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真的非常謝謝你 是不是很可愛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都會拿去送就是單身的朋友 因為就是單身 我們整個團隊都單身 然後那個怎麼樣 我們就單身也可以過得很好啊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找到了這一位爺爺 就是公館地下道的爺爺 然後我每次經過的時候 我都會 他就放著南摩阿彌陀佛的歌 就常常如果大家有經過的話 會看到他 然後 然後我就有一天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問他 就蹲下來問他說 爺爺你為什麼要在這裡 然後爺爺說 哦 我要養三個孤兒 就是他 他每個月 都會捐一萬塊去孤兒院養這三個孤兒 然後這個爺爺已經九十幾歲 他其實可以 不用就是 領導人今天根本就不需要出來 但是他每天中午就是 就是從中午然後待到晚上九點 都在公館 地下道 然後所以我們後來我們就想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卡片拿去給他賣 然後 我後來有一次又經過公館 就經過地下道的時候 我就看到爺爺的卡片已經沒了 然後說爺爺你賣得好好 然後他說 對啊 謝謝你幫我 然後他還想要拿一個箱子 來幫我們賣我們的卡片 然後 我說那爺爺你有沒有早點回家 他說有有有 他現在都七點回家 然後他的卡片四天就賣光光 然後大概賣了二十分這樣子 嗯 然後還有一些人 我們也就是把卡片拿去給他 像是這個 這位周先生 欸 許先生在公館 他可能是在公館的四號出口的附近 然後 因為他就是要洗腎 他原本也是跟我們一樣很一般的路人 然後直到有一天他發現 就是他就是得了有點得了糖尿病 然後所以就每天都要洗腎 然後晚上再到公館去賣 就是採券 然後因為他家裡比較窮 所以他也只能做手推輪椅 不是電動輪椅 然後很多人走過去就覺得他像個路人 然後也不會注意到他賣的採券 然後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卡片拿去給他 然後還過來幫他貼好 然後我們就幫他立個小板子 然後就是幫他們增加收入 就幫他們增加很多收入 然後他像他一個晚上 其實大家想一下就是採券 因為你可能一張一百塊的採券 他們其實可能只能賺到八九塊 但這八九塊已經是所有採券裡面最大的部分了 那像他這樣 因為他就是他會很不明顯性 其實他一個晚上大概只有賣到一百兩百這樣子 很可憐 然後應該說也不是很可憐 然後因為他覺得這樣子才不是受之於別人 然後再是東門捷運站五號出口的周先生 然後他原本也跟我們一樣都是一般的路人 然後他有一天當他發現 就是他在當病的時候就突然發現 他得了一個免疫性脊椎 就是免疫性的疾病 然後後來就是肌肉開始萎縮 然後我們那天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還有這個人他是他的女朋友 他就是賣玉蘭花 然後他看到我們還沒有說就整個超級興奮 然後就說謝謝你們 就他們一直常常在我們的粉絲團 就說謝謝你們這些好心人 然後就幫我們增加很多應收 因為像玉蘭花 這個玉蘭花花礦不是always都很好 就是他有時候花季不好的時候 這些花就根本會賣不出去 所以我們把他這個卡片拿去給他 以後有點像是把他增加一個另外的商品項目 讓他們可以有足夠的就是收入可以過生活 像他們這種人 就像他們這種啊 就這種這種人 可能跟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很不一樣的 就我們沒有 我們生活圈跟他生活圈是很不同 那像他們這種就是在路 就是街頭販賣的人 他們很常都是因為家裡背後需要很多家庭要養 那他不然他們也不會就是出來街頭做生活 然後這是我們未來的計畫 就我們希望把就是點在更多一點 像就是台北捷運站 台北捷運站好像有一個賣報紙的奶奶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我們都有人開始跟我們講說 哪裡有這些人你可以去給他卡片 然後幫我們增加一點收入 然後短期內我們也有在上104 等一下 停 停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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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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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我們有目前有上104去募資 然後也有打算 把這些經費然後幫他們做更好的攤位設計 就把他做的立體一點 然後做更多海報 讓他更明顯一點 然後我們希望他是有尊嚴的賣產品 而不是他在販賣一次的愛心給你 然後你就是我們去市場調查的結果也是 就是消費者是喜歡我們的設計才去買我們的卡片 而不是說今天只是為了一次愛心 然後去幫助他們一次 然後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有這些計畫說 可以把他們的生活更改善更好 然後同時我們也會有一些 把他們的一些收入可能再去捐一些 給一些弱勢團體 就像以爺那樣 他們是有點心靈上的提升的感覺 對啊 就像的秘書一樣 他們是I help you you help yourself 所以我們希望把他自就是 自我的 對不起 把他就是 可以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更好的感覺 OK 然後就有點像是這樣的樣貌 我們之後還會打算要 就是可能根據一些地區性 然後他的街景可能不一樣 我們就要做一點攤位設計上的改變 可能再搭在森林公園 他就可以 旁邊長一朵小樹啊 什麼之類的攤位設計 然後這樣可以吸引人這樣 OK 就有點像是我們希望可以 幫他創造一種新生活 就是從一個點開始 然後很多很多的點 可以 懂嗎 超廢的 氣死我了 然後可以變成一種線的感覺 就是把這些線網路創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台北城市的新風貌 氣死我了 我幫我挑到那個 對這個 我們是 最後我想要說 我們是Mini Firm 我們希望幫他們創造一種新 就是New Life的概念 就是幫他們創造一種新生活 就是可以幫他們 可以致見他們的生活 就是有尊嚴的過生活 而不是在街頭販賣愛心 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要分享一下我們的資訊 就是我們的FB 是Meaning For You 然後QR Code 大家也可以少一下 然後如果有要跟我 就是更多就是Information的話 可以跟我講 然後最後我想要分享這個 按右鍵 按右鍵嗎 對不起我要把它按換 就是我要分享一張 就是我們團隊設計師畫的畫 就是小時候我們總是 會在插畫上面畫很多可愛的圖片 然後會畫說 我希望要當一個超人啊 我希望打敗怪獸之類的 然後長大以後 我們就好像被一堆熟識 煩惱的女朋友啊 老公啊 然後什麼一堆上司之類的 然後就好像披了一層外套一樣 你忘記你可以當超人這件事情 但其實本質上你還是可以超人啊 你還是可以在很多地方做一些小事情 改變社會 OK 謝謝 謝謝